再一次说个抱歉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做了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示范 真的是不应该 真的是不对 不管有任何的理由 我也会用我自身的这个血淋淋的例子 再次呼吁大家 喝了酒 就不要碰方向 不要上驾驶座 或者是不要骑车 走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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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酒下部分也没有要表达的 谢谢 这包包手机要 这大人 这三级 这一块进来 来放在篮子里面 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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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说个抱歉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做了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示范 真的是不应该 真的是不对 不管有任何的理由 我也会用我自身的这个血淋淋的例子 再一次呼吁大家 喝了酒 就不要碰方向 不要上驾驶座 或者是不要骑车 这是很重要 谢谢 这部分叫示范 不要讲扩动 请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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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就 这个后面我还真的不晓得 谢谢大家 公益活動我們平常就一直在做 那可能就是會更要更要告訴大家不要講和假承 我覺得這個就是社會大眾給我的懲罰 那麼我必須犯了錯必須得接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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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让许多爱护我的朋友 真的担心了 非常抱歉 非常对不起 今天凌晨跟朋友聚会完 我立即叫了代驾 但是很不应该的是 我自己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 来跟代驾汇合 所以就在这一小段路上 跟计程车发生了轻微的擦撞 即使是叫了代驾 也应该全程都交由代驾来驾驶 这才是安全驾驶 只有这一点点小小的侥幸心态 造成大家的困扰 真是抱歉 真是对不起 谢谢 那以前在朱玄成的直播上面 就有痛斥过酒驾这件事情 那对于说今天这样的行为 你怎么看 非常抱歉 非常对不起 这真的是一个 我刚讲了 即使叫了代驾 应该全程由代驾来驾 所以自己发生这样的侥幸的心态 是不对的 真是对不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